好 這個我們要漲電價了 那先來看今天有個新聞 英國最後一座燃煤電廠關掉 那結束了142年的煤炭發電時代 那在2012年的時候 燃煤發電占英國的39% 但是到了2024上半年 他們再生能源 你看到整個部署的成功 2024上半年占到了50%以上 那回來之後呢 我們就要看我們台灣 台灣馬上要漲電價 那這個2023我們的發電比 燃煤是42% 燃氣39% 再生能源9.47% 核能6.31% 那10月16號起 產業用電平均漲幅是12.5% 那當然這個台電的虧損 虧得一大糊塗 年底虧4800億 瀕臨破產 所以這次呢 又要漲電價還要拿補貼 然後這個三年 那內政部呢 為台電增資 補貼合計高達四千億 所以大家怎麼看呢 另外我看到這個 全國的這個醫療的這個機構 也說這三年來 他們的這個漲電價 大概加總起來 大概漲了百分之四十幾 不可思議 也有人說會吃掉了 我們一些產業的一些利潤等等 亮哥怎麼看待 從英國談到台灣產業政策的布局 還有這次電價雖然民生動漲會造成了物價上漲嗎 當然會啊 他漲12.5 12.5 平均 百分之百立刻轉價到消費價格 這是一定的嘛 所以 我真的不知道啦 他就故意選颱風的時候來做這個宣布 那這個立法院 他以為立法院 這奇怪 立法院今天是禮拜一嘛 這個 事實上這個 更證明了國民黨這個會期 對能源政策要好好把關 因為賴清德編到2030 有一個九千億的光電預算 這個顯然是有嚴重問題嘛 因為天然氣大漲價 大家都知道 那他那個太陽能光電 他那個定價又定高 所以當然台電撐不住嘛 對不對 你這個核電現在占比 可能已經低於10%啦 所以你就是這樣的一個成本結構嘛 你怎麼弄 而且天然氣也看不出會降價的 這個邏輯啦 看不出來 這個 而且未來的占比是 天然氣會越來越高 因為他的本來設定是要到50耶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基本上就是一個沒救的 能源政策啦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今年喔 他如果要擋光電預算 一定要清楚知道自己要什麼 不然你很容易落入喔 我就是反對你的預算 可是我也沒有主張 就會陷入這樣的一個困境 民進黨的論述就是這樣 對 所以我說他真的就是這個問題 我坦白說我認為這個會期 最重要的議題就是這個議題啦 就是那所以郭志輝 所以我一直說這個會期最難過的兩個部長嘛 一個陳世凱 陳世凱是因為無知啦 那郭志輝是因為他違反了自己的 違反自己的信仰啦 所以你就會搞得亂七八糟啦 就李明明本來的想法跟 童子賢是類似的嘛 那你卻 我認為他是糟蹋了他作為崇岳董事長 本來令人尊敬的地位 結果民進黨把他交乖了 他用這個立委的狼群作戰 來教訓他 結果他示弱 我跟你講在民進黨這個團體裡面 你示弱你就死定了啦 我認為郭志輝就是這樣 結果現在人家就把他看小了 本來他被任命 大家對他很有期待啦 就是他從業界來 而且個人身價那麼高 一定是帶有理想來的嘛 結果你現在給人家感覺 你跟普通的一個小部長沒什麼差別 所以我是覺得 就是這個會期啦 我們就 我還是期待啦 因為他跟我同性嘛 我們的中長 我們還是希望他勇敢一點 坦白說啦 這個經濟部長對你有那麼重要嗎 對不對 還是立一個政策做一個 就你夾在國民黨跟民進黨中間 你剛好有這個空間可以來講真話 我覺得他會如果他願意講真話 會得到社會的很大支持 就這個會期就是人員政策啦 我講白了 其他 其他其實都沒有那麼迫切 人員政策是最迫切的 那因為潛艦預算 你知道AIT會來遊說嘛 所以最後大概會有條件通過啦 比如說可能不會一次通過那麼多啦 先通過三燒吧 之類的啦 可是那個增點比較小 能源政策是大增點 那其實我們去看喔 這個我們也不要太遠看到英國去啦 知道你去看亞洲就好了啦 對不對 那個韓國的核電 他目前就已經超過22%欸 那日本人家是發生福島的地方欸 結果安倍撐了兩年就受不了了 他兩年不用天然氣 不用核電啦 那日本每年要花一千億美金 去買天然氣 那整個財政都完蛋了 所以他第三年就受不了了 他就立刻轉了 安倍啊 安倍不是賴清德的哥哥嗎 人家安倍第三年就轉了欸 而且一轉就轉到 大概12%左右 而且日本的目標 他2030年是希望核電能夠拉到 將近兩成欸 賴清德去想想你哥哥的做法啦 對不對 對 人家就碰到 實際上不能解決的問題 就立刻調整了嘛 這哪裡是什麼意識形態嘛 對啊 這個電力政策這種東西 是很實際的問題嘛 對不對 連發生福島的日本 人家這個國家都轉得過來 你臺灣什麼什麼屁事也沒發生 那自己自己的腦袋不知道是哪裡打的結這樣 就是嘛 而且林英雄都不見啦 對不對 是因為光電的巨大好處嗎 好我讓這個亮哥事就講好了 一個就是今天是大陸十一國慶嘛 這個上這個大陸媒體就看到哇 今天長篇累讀的各式各樣的旗海飄揚 那習近平呢 昨天在一個這個建政七十五周年招待會當中 講了很多話 其中涉台的部分就再度重申一個中國 九二共識 深化兩岸的經濟文化交流合作 堅決反對台獨分裂活動 那國台辦呢 也宣布首次辦理什麼 台胞政就是首來族 第一次辦理台胞政的 開頭是01的有沒有 臺灣民眾一年之內 暢游大陸景區們免門票 一千兩百五十六個 我去過大陸不少景區 我的第一個印象是 我覺得他們景區門票滿貴的 臺灣門票大概幾百塊 大陸門票大概算算 折合臺幣都是八百一千的 差不多都是這樣 所以你一去大概去了五六個景點的話 其實算滿划算的 另外一個就是把這個免簽的國家範圍 又擴大了四個 當然免簽之前 我們有討論過很多次 流量都很好 目前五十四個國家兩小時 或一百四四小時的過境免簽 你看到今年前三季成績出來 入境中國旅遊人次 大概將近一億 同比增長百分之五十五點四 又回到了二零一九同期的 百分之九十三點四 他這個一百四十四小時免簽 增加的老外大概超過八百萬人 因為人家背包客 只要來亞洲就順便來一下 那來了之後 大部分都是覺得被他政府騙了 絕大多數都是這種感覺 所以他就是 坦白講就是最好的一個大外宣 而且人家都是 都是很自然的在做自媒體 對 每一個都變成網紅對不對 我現在在網路上就看到一堆這種節目 這個絕對不是大陸出錢的 真的就是他自己做的 對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小型公主 我們的歌 小型公主 小型公主 還有 小型公主 大